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一处仓库里 机甲设计师尹大江和辛启东 正对着电脑调整新作品的设计方案 在他们身后的场地上 摆放着两人共同创作的 齐天大圣、牛魔王、侠客等中国元素机甲 今年40岁的尹大江告诉记者 自己儿时便喜欢看西游记、变形金刚等经典动画片 长大后对机甲、模型等兴趣不减 经常制作一些机甲道具自娱自乐 几年前他与同是机甲爱好者的90后小伙 辛启东相识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成立一个制作中国风机甲模型的工作室 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传说 优秀的文化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形象的一个机甲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 通过我们这种 把中国元素和机甲形象进行结合 给更多的外国的朋友 来展现我们中国元素 展现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博大精深 记者了解到 该团队制作的机甲 看上去有金属质感 但实际却是用专业高密度环保道具 和其他配件制成的 因此一个高约2米的机甲 重量却可控制在20公斤左右 辛启东称 尽管机甲不太重 但由于全靠人力操控 表演者仍需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达到人甲合一 每套机甲的手掌里都有五根钢丝绳 通过拉动钢丝绳末端的圆环 机甲的手指便能做出拿捏物体等动作 看上去非常灵活 机甲腿部类似高敲 表演时需注意保持平衡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团队的帮助下 尹大江先踩上机甲的腿部 然后穿上胸甲 最后戴上头盔 历时十几分钟 一个威风凛凛的孙悟空便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样一个机甲从设计到制作 需数十天 造价在一万元到数万元不等 传统的制作工艺 它大量的使用一些比较硬的金属材质 或者玻璃缸材质 它就只能摆放 可能动作起来会比较僵硬 看上去比较死板的感觉 材质是非常轻便的 在这个轻便的材质上 就可以做得非常的灵活便捷 和人的互动性就非常的好 感官上可以更好的一个体验 工作室成立四年来 尹大江和新启宗团队 制作的机甲逐渐在漫展 商业表演等领域有了一些名气 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团队也从最初的两个人 发展到现在拥有十几名员工 尽管如今业务逐渐步入正轨 但两人并不满足现状 有着英雄梦的尹大江 时常会穿着孙悟空机甲 进入校园等场所 身体力行地宣传中国元素 而新启宗则致力于 设计更多的原创作品 让中国机甲能走向世界 是支撑他们一直前行的梦想 那么我也相信 未来我们会又作业好 也能给世界各国的朋友 爱好者们 做出他们喜欢的这个机甲现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